词曲 李宗盛 愿我有千万的舌头 要来赞美神 这首诗歌是Charlie Wesley Charlie Wesley在1939年 他32岁的时候 他才清楚他重生得救 在他重生得救以后 三天他写的这首诗歌 他人生中的第一首诗歌 他写的几千首诗歌 这是他人生的第一首 我如果不讲的话 我们可能没有一个人会相信 这个是一个刚得救三天的人 所能够写出来的 那个赞美太棒了 所以弟兄姊妹 这个赞美是在于 我是不是真的跟这位荣耀的神 有第一首的关系和经历 你就算讲不出话来 没关系 你只要讲How wonderful How sweet you are God I love you I worship you 主我要赞美你 我要敬拜你 我要爱你 因为你配得我这样子的敬拜 配得我这样子的赞美 所以我希望我们整个教会 能够从不同的角度 我们学习来赞美 所以有一个年长的弟兄说过 如果我有十分钟可以来祷告的话 我会花八分钟来敬拜来赞美 最后两分钟才来代求 我们常常反过来 难得有时间祷告 第一个是你主啊求你医治我 我主啊求你管教我儿子 主啊春天让我先生不要这样子 我们马上就跳到难处里面去了 他说如果我现在突然有十分钟可以祷告 我八分钟用来敬拜我的神 赞美祂 当你真跟这个至高的神 荣耀的神 相碰的时候 其实肩门大开锁链全托 你刚才祷告的那些 你在乎的难处已经压不到你了 你已经被神水涨高十尺二十尺 那个礁石已经挡不住我们 我们里面已经是在赞美中已经不仅夸胜 已经得胜 在赞美中我们这个人被释放 所有捆绑我们的压制我们的 所有的黑夜都不能够遮盖我们 祂能够使祂的仆人在夜间隔场 所以铜蛇也是这样 当什么百姓被铜蛇咬的时候 神叫摩西举起一个蛇来 圣经两次讲道 一望着铜蛇就得救 不要把眼睛钉在伤口上 不要把眼睛钉在周围的灾情上 这么多人都死在我旁边了 这么多人都在痛苦都在生冤 连我也被咬了 血也流了 把我们的眼睛从伤口 从灾情 从环境 从眼见 从感觉 转到一望铜蛇 一望耶稣 都比得救 这是我们要来赞美神 很重要的 不光因为祂所做的大能的作为 我赞美祂 我要因为祂极美的大德 来赞美祂 所以让我们的教会 成为一个真的充满赞美的聚会